不管是從流星花園還是到那些年 我都會從一個就是觀眾給的反應 來去選擇題材 在創作上面我自己也不覺得 我很會懂各式各樣的創作 我只是覺得我蠻會去找題材的 我自己個人認為啦 就是不管怎麼樣 愛情是生活當中很重要的元素 其實應該是一個更久不變的話題 只是看我們是不是可以隨著時代的改變 能夠給年輕人一些不同的感受而已 我們台灣的BLG在海外其實還蠻有競爭力的 我個人覺得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那些年裡面不是後來柯景騰這個角色 他等於就失去了沈家儀嘛 他們因為在雨中的那場吵架 大笨蛋之後他們就等於分手了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我們在看我整個片子 就已經剪完的時候 我就看完以後我就說 不曉得少了一個什麼東西 這個戀愛對這個男生 這麼的算是撕心裂肺的一個初戀就沒有了 我覺得我沒有看到這男主角哭 我沒有看到這男主角掉淚 所以我就會覺得我沒有那個 覺得好像失去對他來講是一件痛苦的事情 他就說好吧 然後他就叫那個當時的柯震東說 你就坐在噴水池邊哭吧 因為柴姐說這個男生要哭 但是我覺得題材不怕老 看的就是什麼角度 什麼新手法 什麼角度什麼角色 沒錯 我這20年來被人家碰到的最多的話題 就是會說柴姐我都是看著你的戲長大的 柴姐你是我愛情的啟蒙導師 因為愛情電影的第一部是 那些年有一起追的女孩 還有陸續做了等於人咖啡啊等等的 所以就覺得好像把一個愛情濃縮成一個 一個小時的故事也不錯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就變成這20年來 真的就在做愛情相關的戲 那我自己是這樣子啦 就是說我覺得每個人的創作 或者每個作者的創作 他都會有他自己的特色 那我自己在看這些愛情戲的時候 不管是從流星花園還是到那些年 我都會從一個就是觀眾給的反應 來去選擇題材 因為這兩部戲 其實基本上都有好的開始 那這個好的開始都源自於 就是受觀眾歡迎的IP開始 可能是因為在創作上面 我自己也不覺得我很會懂各式各樣的創作 我只是覺得我蠻會去找題材的 那然後我就覺得就是說 每一個generation都有他們自己 會喜歡的愛情的模式 然後我最近有感受到說 因為像現在的愛情戲 幾乎台灣觀眾都是在看 比方說韓劇片多 對不對 那一旦韓劇片多的時候 那樣的愛情模式 你就會去看他的優點是什麼 然後那如果我們要做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跟他有一定的一個能力去 就是跟他去競爭 然後再來就是說我覺得 好像愛情現在不能只單做愛情 他就愛情他必須要包裝很多的 現代的議題 不管你是包裝類型片恐怖片 然後或者是說你可以去包裝一個 現在觀眾所關心的一個議題 好像是什麼網路霸凌啊 或者是說你要包裝一個時尚的話題 等等等等的 我自己個人認為啦 就是不管怎麼樣 愛情是生活當中很重要的元素 所以人只要年輕人 他是應該脫離不了各種形形色色的愛情 所以我覺得愛情的部分呢 其實應該是一個更久不變的話題 只是看我們是不是可以隨著時代的改變 能夠給年輕人一些不同的感受而已 因為我第一次做戲劇節目就是流行花園嘛 所以流行花園它其實就是一個 青春校園的愛情故事為基礎 所以對我來講好像我這20年來被人家碰到的 最多的話題就是會說 柴姐我都是看著你的戲長大的 柴姐你是我愛情的啟蒙導師 柴姐我覺得那個F4當初其實帶給我們多少的憧憬 有關於這個 所以因此是說好像一個附著在一個身上的一種感受 他就會覺得我好像就很擅長做愛情跟青春這樣子類型的戲 那我自己會覺得因為是這樣子的開始 所以導致於我在這20年的過程當中 我都會覺得好像我應該要想辦法把愛情變成是一個不一樣的模式 然後把這個戲劇製作出各式各樣的 所以在偶像劇的年代的確有十幾年我們都是以愛情為主 那當然後來有一段時間就是台灣以類型戲劇為主的時候 我就開始想說 哇好像我的生存空間沒有那麼的沒有那麼的大了 然後大家好像是對於愛情戲有點看膩了 所以我就變成轉去做愛情電影 那因為愛情電影的第一部是 那些年有一起追的女孩 還有陸續做了等於人咖啡啊等等的 所以就覺得好像把一個愛情濃縮成一個一個小時的故事 也不錯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就變成這20年來真的就在做愛情相關的戲 那我自己是這樣子啦 就是說我覺得每個人的創作 或者每個作者的創作 他都會有他自己的特色 那我自己在看這些愛情戲的時候 不管是從流星花園還是到那些年 我都會從一個就是觀眾給的反應 來去選擇題材 因為這兩部戲 其實基本上都有好的開始 那這個好的開始都源自於就是 受觀眾歡迎的IP開始 可能是因為在創作上面 我自己也不覺得我 很會懂各式各樣的創作 我只是覺得我蠻會去找題材的 那然後我就覺得就是說 每一個generation都有他們自己 會喜歡的愛情的模式 然後我最近有感受到說 因為像現在的愛情戲幾乎台灣觀眾 都是在看 比方說韓劇片多 對不對 那一旦韓劇片多的時候 那樣的愛情模式 你就會去看他的優點是什麼 然後那如果我們要做的話 我是不是可以跟他有一定的一個能力 就是跟他去競爭 然後再來就是說我覺得 好像愛情現在不能只單做愛情 他就愛情他必須要包裝很多的 現代的議題 不管你是包裝類型片恐怖片 然後或者是說你可以去包裝一個 現在觀眾所關心的一個議題 好像是什麼網路霸凌啊 或者是說你要包裝一個 時尚的話題等等等等的 我自己個人認為啦 就是不管怎麼樣 愛情是生活當中很重要的元素 所以人只要年輕人 他是應該脫離不了 各種形形色色的愛情 所以我覺得愛情的部分呢 其實應該是一個更久不變的話題 只是看我們是不是可以隨著時代的改變 能夠給年輕人一些不同的感受而已 是 為什麼不住有問題可以問嗎 對啊 可是像姊站在製作人的角度啊 去在愛情劇裡面去挑類型的話 因為你看我們現在的 就是你怎麼去判斷就是 現在其實適合什麼樣的題材 因為就像您剛提到愛情要plus什麼東西 那像這個東西會跟編劇之間做交流嘛 那以你來看現在我們會比較台灣喔 是台灣比較適合是愛情plus什麼類型的題材 會比較好 我通常不會從類型開始想 我比較會從我覺得要有做的差異 反而是男女主角的人物設定 因為我反而覺得就是 人物的設定決定現在的世代的人 他能不能夠產生共鳴 然後我覺得價值觀 是我現在每次都會跟編劇 吵架一個很大的關鍵 就是說 比方說有時候碰到一些直男編劇啦 那他寫的那個女生我就會覺得 現在的女生 這個很老套啦 就舉例講 我就會說現在的女生 不會是像這種就是 你想像的就是說 她不會再有自己的組件 或者是說現在的女生 根本不會在情感上面 如此的弱勢 舉這樣的例子 或者是有些 就是男生也是會寫一些角色 喜歡寫的女生那種個性的猶豫不決 然後我就覺得說 猶豫不決不是不行 可是我覺得這樣子的角色 不討喜 所以我自己個人偏好 女主角呢 她有一個獨特的個性 她這獨特的個性 不一定是要什麼特別暴躁 而是說 她有一個 與眾不同的人物設定 然後她在現在這個社會裡面 她好像從 就是一般的觀眾 或者是一般的青年男女 你會找到一些案例 我自己覺得是價值觀跟思想 是對於人設角度來講 是最重要 是對我來講最不能突破的 近年來我其實也聽到一些 年輕的冰劇朋友 其實不太 他們比較希望可以開發類型劇 比較少去碰觸愛情劇 但其實我們在看整個戲劇的一個發展 跟市場來講 其實愛情劇還是比較多 我覺得人無愛不利 對 你說沒錯 對其實是這樣 所以其實 因為我覺得我們台灣其實 滿擅長愛情 就是關於情感的描寫這一塊 所以其實現在 剛剛才姐您提到就是 愛情在plus什麼東西的時候 我覺得在這個類型的取材上 可以看自己擅長什麼 沒錯 對 這個因為你自己擅長的 一定是你在生活經驗裡面 特別有感的 然後你希望把這一塊放大 或者是你想要把這個故事 講給別人聽嗎 這一點我覺得完全贊同 對 而且真的我覺得 不必要刻意說 我放掉愛情的部分 因為我們戲劇 不管怎麼樣最勾人的 還是感情 沒錯 你看像九把刀 其實我沒有覺得 他感情寫得特別厲害 但是因為他就有他的特色 因為他的特色 就是男生永遠就是很中二 然後就是有一點無厘頭 有點鏘對不對 然後女生其實沒什麼特色 就是長得可愛跟漂亮 就是他的愛情裡面 男性觀點的愛情 對比較是像這樣 可是我覺得沒有關係 因為他有他自己的 最主要是他有他自己的幽默感 所以那個幽默感會讓觀眾 就會隨著他的趣味性 而去發展那個角色的人物跟趣味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 那些年裡面不是後來 柯景騰這個角色 他等於就失去了沈家儀 他們因為在雨中的那場吵架 大笨蛋之後 他們就等於分手了 然後分手以後 其實他那時候非常的很傷心 然後我記得那時候 我們在看我整個片子 就已經剪完的時候 我就看完以後我就說 不曉得少了一個什麼東西 然後就把導遊問我說少了什麼 然後我說你讓我回去想想看 這個戀愛對這個男生 這麼的算是撕心裂肺的初戀就沒有了 我覺得我沒有看到這男主角哭 我沒有看到這男主角掉淚 所以我就會覺得我沒有那個 覺得好像失去對他來講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然後我們這時候心裡面會陪他一起痛 他就好吧 他就叫當時的柯震東說 你就坐在噴水池邊哭吧 因為柴姐說這個男生要哭 然後他就 那時候不是柯震東哭不出來嗎 然後後來就終於後來也是 被他逼逼逼逼 逼了40分鐘也會哭出來了這樣 像比方說稍微家庭主婦 或者比較成熟一點的觀眾 你叫他現在去看20歲以下那種 就是青春愛情片 他也不一定能夠有共鳴跟感受 共感嘛 所以我自己覺得是說 應該是有不同的世代 然後我在觀察就是20歲以下的年輕人 他們應該還是會比較期待會看到一些 與眾不同的年輕的愛情故事 我覺得一定是有 就像我一些就是海外的粉絲 他們會跟我說 好像台灣每四年就會出一個很厲害的愛情電影 有沒有什麼四年出一個那些年 然後什麼四年再出一個少女時代 四年後來又出一個那個悲傷 後來又出一個什麼想見你的電影版 他們說好像每四年來一次這樣 所以我是覺得愛情片最容易培養偶像明星 近幾年來愛情的發展就隨著類型的變多之外 就是BL跟GL也相繼的在發展中 那我是覺得BL的台灣的一個BL劇的發展 其實是蓬勃到有點讓我自己也很驚訝 對我們台灣的BL劇在海外其實還蠻有競爭力的 我個人覺得 對但我們同時也要小心就是因為我們可能 在我自己的觀察裡面也許不是那麼正確 我們在戲劇發展上常常會有一些偏時的問題 就是過於集中發展某一個樣態的戲劇 那在這個時候我們可能要思考一下 是不是可以開發其他類型的愛情劇去做突破 因為時代會走會一直往前進 可是我們哪一個熱賣我們就拼命的再做同樣的東西 那我們都知道就是周少增播嘛 那這種情況之下就會變成一種我們自己的內耗的內耗戰 那反而不利於我們國內自己市場的運作 跟對於海外的一個競爭優勢 然後我們會將他嗎 是為何人有安排的 因為現在的那種地下 精靈很重要